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人留下了建国成人的封碑 熬得太平天国也立都南京 改其名为天经 然而孙中山与洪秀全的事业却有根本性的奇异 洪秀全所要建立的天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 他将有田同耕 有饭同吃 有衣同穿 有钱同用 无处不保暖 无处不均匀的平均主义 奉为理想化的最高准则 并在实践中推行平均主义 与禁欲主义相混合的城市改造 与此同时 洪秀全们又最新于封建等极致 这实在是一种充满嘲讽意味的二律被返 渡得社会顶峰 天王府是一个龙的世界 内城称为金龙城 正殿叫金龙殿 宫城内外 栋梁文以龙凤 中古铸以龙凤 牌坊上下雕龙 西花园内还有活灵活现的团龙 与形似游龙起伏的龙墙 天王的龙袍上 横云驾雾的龙威夷万端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 龙是他们的一个遥远的梦 神圣的梦 一旦有可能接近权力最高峰 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示意真龙天子的形象 以实现那个梦 洪秀全尽管有他的上帝 但困扰他灵魂的仍然是龙的形象 龙的林林威严 天津城内 王府堂皇弘历 南京著名的詹元就是天国领袖杨秀卿的东王府 他们的豪华连久见世面的清朝大臣李鸿章也为之炸舌 当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沉迷于中国宗法农民之梦 曾经游历香港的干王红仁干 慧眼独食的指出了建立近代工业的新的道路 社会格局的孙中山对古都南京的改造和建设十分重视 在建国方略中 中山先生指出 南京为中国古都 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 其 南京边中山码头 锦翼江门 鼓楼 新街口直至中山门 这条南京 无声 中山林前永远是这样游客如云 对中山先生的崇敬 已经积淀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 人们不会忘记中山先生推翻地质建立共和的功勋 从此民主主义的共和思想如春风轻浮中国大地 起人心志 粗暴野蛮践踏人的封建地质被拨取神圣正当的光环 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中山先生终身为之奋斗的民主主义 是一种人民的通过人民为人民的政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担惊竭力 虽屡遭失败也绝不气馁 他一身硬骨正气浩然 对中山先生真精神的深切领悟 使中山陵的设计师不仅追求陵墓构造的完美 而且力求体现中山先生的风格和神采 无论是长安的茂陵 昭陵 乾陵 还是南京的孝陵 北京的明十三陵和清东陵 竹力体现的是帝王无上的权威 而中山陵则在庄严肃穆中 蕴藏着安详 在雄伟气势中 蕴藏着贴近民众的亲切 城市的诞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祈礼 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 城市又是人类创造璀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温床 文明流变无尽 城市也在文明的旅程中不断进化 这种进化将贯穿于人类文化史的始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